疫情指揮中心公布兩名本土病例疫調足跡 除了九號當天 兩人同時去過星巴克和鎮宇五金行外 七號 十號 兩天 都是按八三九 也就是染疫護理師 一人獨自前往全聯 保雅與大疆購物中心 兩名本土病例疫調足跡受外界關注 不過訊息紛亂 經過一夜的釐清之後 指揮官陳時中公布案八三八及案八三九 發病之後的活動足跡 並強調公布的活動足跡 都是不特定人群接觸時間短 感染機率小 呼籲大眾不必過度恐慌 疫情指揮中心詳細調查兩人活動軌跡 除了九號當天案八三八醫師與案八三九護理師 一起出現在星巴克 跟鎮宇五金行外 護理師在七號曾經到全聯桃園慈紋店 十號則是到全聯盧竹大竹店 保雅大竹大興店 下午則是到大江購物中心 都是一個人獨自前往 只是醫療足跡一直修正引來不少質疑 陳時中也特別澄清 並非刻意隱匿疫情 而確診醫師的社區接觸者 目前匡列了五十五人 四十七人採檢後陰性 七人的檢驗結果還沒有出來 剩下一人確診為護理師女友 據護理師曾經前往在職 進修學校接觸匡列者 已經完成初步檢測 陳時中表示院內感染的醫院 也將全院採檢 包含外包廠商 大約兩千五百人 這兩天 先請醫院擬定全院 篩檢計畫 專家進行評估之後 就會陸續採檢 而至於外界關心 確診醫師在照顧重症病患時 是否有哪個環節有疏漏 陳時中呼籲不要再獵巫 染疫的醫師不是犯人 而是病人 全民保持鼓勵態度 並且強調醫護防疫補償金 在防疫期間都會重寬認定 記者綜合報導 警方有消防疫用